随着疫情趋缓 华联县政府员工亲子活动 在昨天盛大登场 活动在富佑清创园区办理 以亲子市级派对的方式办理 为了扩大活动的效益 原定三八妇女节活动 以及一到三月员工庆生活动 与此活动共同办理 超过两千名县府员工 以及家属一同同乐 亲子市级派对小朋友 争相派对 游玩华联县环境保护局所设置的 VR游戏 让小朋友游戏之余 也能够认识 减缩减费的重要性 县长徐正伟表示 亲子江年华 办在富佑清创园区 感谢社会处近年来的筹划 让整个富佑清创园区 每一个空间都有不同的功能 让大家看到花莲的软实力 在我们几年的筹划 让整个清创基地里面 每一个厅社 都有不同不同的功能 更有小可以放电影 还有我们的会议室 也有我们的真能赔力的烘焙 以及我们孩子 以及父母抒压的地方 所以整个园区 其实是非常非常温馨 甚至有时候还有 我们的爬树协会 会来这里跟我们 这个教导我们的孩子们 一起来体验爬树 这个活动 所以整个地方是非常非常棒 也要谢谢我们清八中心 还有农业处以及各局处 一起共同合作 让我们很多非常优质的 我们的市集都能够在这里 能够齐聚在这里 让看到花莲的软实力 硬底子增功夫 花莲县政府人士处长表示 亲子活动能够增进公务人员 与亲子之间的感情 使侄女了解并体会父母 平日上班清新以及辛劳 希望借由定期办理的相关活动 让同仁有更多的时间 与孩子交流的机会 增进亲子的关系 促进家庭的和谐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